买了茶叶不懂怎么存 不懂放哪里 家里有很多茶不懂放对地方吗 如果你有这些疑问的话 请站这影片看下去 今天我们要谈谈茶叶的仓储 给你的茶叶你一个家 哈喽你好 我的名字要选 我是店长 今天我们要一起谈谈茶叶的仓储 如果你是拥有很多茶资源的茶油 或者是正在准备要买茶存茶的朋友 你来对地方啦 今天我们一起看看 如何正确的储存茶 首先原料工艺仓储 茶叶的品质好坏呢 除了要有肉质的原料 正确的工艺 后期的仓储呢 也是特别重要的 稍有不胜 或是储存不当 就会影响到茶叶变质了 而影响茶叶变质的因素呢 也是多个方面的 就包括了温度 水分 阳光 还有氧气 等等多个方面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储存它呢 简单来说 人可以住的地方 茶就可以住了 人不会住在厨房 因为有油烟味嘛 或者是温度很高嘛 人也不会住在厕所 因为很潮湿 人也不会睡在户外的花园 因为很热 阳光曝晒 长期曝晒 很大的伤害 所以简单来说呢 人可以住的地方 茶就可以住了 好不好 同样的我们买回来的茶呢 茶品的包装 茶所穿的衣服呢 它都会注明着这个储存的条件的 它储存条件就是说 在清洁通风 干燥 闭光 无污染的条件下保存 这就是视野上的条件 茶要住在这样的环境 第一 防潮 水分会促进茶叶中的有效成分 发生化学反应 水分越多 这些有效物质的流失呢 也就越快 相互作用更加明显 如果茶叶中的水分呢 长期保持很高很高的水平的话 甚至会造成茶叶的霉变 或者是发霉 第二 防疫味 茶叶具有很强的吸附作用 它能够吸引各种的味道 包括异味 如果茶叶长期和一个气味严重的物体呢 摆放在一起的话 它就会吸它的味道 严重造成茶叶的品质 从而影响糟糕的瓶饮体验 第三 防止阳光直射 阳光会使茶叶氧化变色 同时呢 还会使茶叶中的某些物质呢 发生光化反应 产生难闻的气味 比如说高级绿茶 它经过阳光的直射之后呢 它的茶叶中的那些脂类啊 还有多分类的发生化学反应 或者光化反应 它的茶糖一泡出来 绿茶的茶糖变成红色 滋味变苦涩了 第四 防止长时间的暴露 茶叶如果长期暴露在外的话呢 茶叶中的内含物质呢 就会在阳光还有空气的作用之下呢 发生氧化啊 还有分解等等的化学反应 造成了茶叶就会失去了原有的味道 品质变差 甚至呢 还会吸附外界的各种的异味 所以呢 仓储对于茶叶来说 是非一般的影响 看起来简单 要求呢 却十分的严格 良好的仓储环境呢 对于茶叶的品质 还有它后期的成化 简直就是锦上添花 不好的仓储呢 反而对于茶叶来说 它将会面临一个品质上的考验 所以给你的茶叶一个良好的家 就是那么简单 喜欢的朋友按个喜欢 订阅我们的频道 推广又直播的茶 健康养生茶文化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